因為你真的是一個很貼心很窩心 讓人家感覺到滿滿的溫度滿滿溫暖的一個陽光男孩 我覺得這是你的特質非常的讓人家覺得 真的是很讓你就永遠都會一直貼在人家的身旁 然後都會知道說我們其實大人在準備一些東西給你們玩 給你們學習的時候你都會知道說其實老師準備的東西好辛苦 像你常常都會說老師你好辛苦喔怎麼樣的 對然後像很多像其他的老師來這邊 或者是我們我們上次去的東立寧的那個戲劇的東立寧的時候 看到我們老師在演戲的時候 我完全就是在台上聽到你在那邊吶喊說 老師好辛苦喔謝謝老師的準備一定很累 這樣子我都有聽到 所以我要聽到的時候我差點忘詞你知道嗎 因為我聽到的是你的聲音 是很熟悉很溫暖的聲音 我覺得你真的是很讓人家流兩把感動了眼淚 真的 那你進步的也不少就是你雖然是一個比較不敢挑戰 比較不敢踏出去你原本的舒適圈 你原本你原本不敢踏出去的那一步 你是就是有點害怕你自己受傷或者害怕你做不到 像我們打雨球像我們打桌球 甚至是打籃球的時候 有一些是你原本是很少接觸或甚至沒接觸過的運動 像攀岩這類的你就會不敢不想都是因為你沒做過你失敗了你就會覺得很挫折 你就會覺得為什麼我都不行對不對 但是後來呢我發現你漸漸的自己一直在練習 然後發現說自己其實漸漸的做得到我覺得很棒 然後攀岩雖然你怕高跟我一樣都是怕高的 但是你有挑戰攀岩一階比一階還要高一次比一次還要再高一點點 我覺得我都有看到 而且我還有看到你那個教練叫你要下來的時候 你沒有下來你說你還要撐一下 我已經看到你這個事有進步我覺得很棒 就是你勇於挑戰你本來害怕的事物 對那記得以後如果有任何不高興不開心的事情要跟我說 因為我跟你一樣也喜歡請聽人家的聲音 聽人家有哪些不開心要講出來喔